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点道家的智慧 在东南亚香港台湾 他们在那个明星圈里面流行一种法术 叫做养小鬼 这个养小鬼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找一些英灵 夭折的或者是没有正式成长起来的 然后那些鬼魂 他通过一些特别的方法 泰国有些人懂这个法术的 他可以把他召唤到一个特定的地方 然后呢 把他养起来 然后由于一个人的灵魂 他的那个能量是很大的 他就可以吹动 这个养他的养小鬼的这个人呢 他的运气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我曾经看到一些报告 有一个是香港的东方新帝曾经报道过 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梁诺斯 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年轻的 当时一个女子 他的事业很低谷很很差 而且他的经纪人那个公司 把他学长起来了 不跟他做宣传也不让他做事业 他非常苦恼的情况下 他就去找了一个会这个养小鬼的一个一个法师 然后他就哭着求他帮助 这个法师呢就确实给他做了这种养小鬼的这种法术之后 这个梁诺斯后来的命运可能关心香港新闻的人就知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他认识了一个香港的一个富豪的一个小儿子叫做李扯凯的 然后他们交往上了 然后呢怀孕成了李嘉诚的这个孙子的母亲 这就是他整个养小鬼之后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故事 然后呢 由于他没有做到去还神 因为可能他许得愿没有没有兑现 最后遭到了恶报反噬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很害怕就发表声明说没有这回事 但是呢他跟那个法师呢又有一些活影的照片 最后呢 他就没有嫁入豪门 而且跟那个生了几个小孩之后就跟他的那个男朋友 就是李扯凯分手 这样呢 他后面的事业就又从一个高峰又掉下去了 就是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从低谷迅速走到高峰 然后很短的时间都又掉下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很有名的 叫做张百姿 他在舆论圈里曾经到了风口浪尖 因为他是艳召门的一个主角 女主角 他当时花了几十万上百万去养这个小鬼 到泰国 然后又在家里设了神坛 而且他们据了解的圈内人 说他那个神坛下面放了很多的水果糖果 小孩子喜欢吃的公仔 小飞机玩具 在那里拜小鬼 不许其他人去干扰 而且他在这个养小鬼的过程之中 当时他还没有离婚 正在刚刚事情在发酵的时候 结果他的那个老公回家之后 高烧三天不退 就是被克住了 克到了 这些都是名人 这个羊小鬼在我们道教是怎么看的呢 是这样看的 道教 因为道教其实从几千年前修炼 就发现了人体有三部分主餐 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 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灵魂灵体 然后一个人如果他活着的时候呢 他那个灵魂是出不来的 一般的人没有修炼的 就关在身体里面的 但是人如果去世的 特别是那种被夭着的很小的那种 他的那个灵魂还属于孤魂野鬼飘有道法的 他可能会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呢就在道教里面呢 他就有门派众多 但是里面有正有邪 就是大家看看是正派或者是邪派 他修炼方法不一样 他往往那个养小鬼养得成功的人 他的命运有可能发生快速的变化 演变很快的 就像有一次那个台湾那个主持人 在那个小S主持的那个节目 叫做大小爱吃 他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 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后面 有那个人头晃动 那个小S当时就很直爽嘛 这个人就说 你肯定是养了小鬼 这些明星圈 他们为了就是快速的上位 想速度更快一点 他们用这个方法 为了达到长期走红 他们不惜代价 用很多很多方法 现在我就来解说一下道教对这个 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先打一个比喻吧 它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武侠小说里面 比如说梁宇山 他就写了一个武侠小说 叫做云海玉公园 里面就有一个正派的 叫做天山派的 天山派是正道 要念成的话 比如说那个唐小兰 他要念成的话 要用一生几十年这样慢慢修炼 慢慢修炼 但是呢 他根基很稳 他一旦修到最高境界之后 他就天下无敌 别人把他就没办法 他防守很好 而且进攻那种内攻很深厚 另外有一派的是属于邪派 邪派就是说 他的根基不稳 但是呢 他要快速的打败敌人 他要报仇 有一个叫做利胜男 他可以把他那个舌头咬破之后 忽然发出那种邪派的功力 他可以比平时的功力迅速的增长十倍 那么就可能马上把这个他的那个对手打败 这个养小鬼呢 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法术 所以说他是属于在道教眼里正统的道教师不确于去做这个事情 觉得他是属于什么呢 他是把一个人的后边的几十年的那种好运气财运 就通过这个养小鬼的方法提前快速的调动到现在 所以说很多明星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 感觉那个财运突然或者是他的那个名气 突然发生很大的那种惊人的变化 有的人 那么他们就很向往这种事情 他不知道这个其实已经耗费了他后边的那种 那种福报就提前就用了用光了 所以说有的人养小鬼之后被反噬之后有有自杀的 有就是突然红了之后昙花一现 然后又走向下走 然后再也没有回到他人生的高峰 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燕照门的明星 包括那个梁诺斯 这些都是迅速走到人生的顶峰 然后就掉下来 然后他就不是像那种 所以正道的 比如说我们道教要改变命运的话 就用祈福转运 像那个太义旧库天砖祈福 用特定的方法 像那个财神祈福 还有很快我们会有一些节日后面的 比如说什么中秋节啊 这些传统的那个月亮元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会组织做一个道法 他采取这种方式让人尽量的命运变得更圆满 而且这种方法呢是通过增长我们的福报 这样来达到效果 他会养小鬼就不一样 就是一个是走的是稳固的这种修行方法 那么从速度看来养小鬼来得更快 来得更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根本就没有增加任何的福报 他是把后面里几十年的运气突然掉到现在来 有可能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是属于 邪派功夫叫做 所以说养小鬼实际上是我们道教是反对的 还有一点这个养小鬼很不好的就是他的品德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灵魂一个小的英灵 他最好的去处是去转世投胎 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去 重新来过 重新修行 有的人缘分特别好的话 他可以把他超渡到仙剑 他以救苦天尊那里去 那么就做了好事 做了大的善事 而你把这个小鬼养起来 就相当于把他进度在一个 就像一个鸟笼 所以说养小鸟也不是很好 从道教来看 别人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 现在我们把他养在一个笼子里 其实那个小鸟 就很不好 把他固化了 这个养小鬼 有点这个意思 转世投胎 或者是超渡他 所以说道教认为这个应该最好的方法是和他有缘 就超渡他 让他转世 或者让他深入 仙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长期那些明星他养一个小鬼 虽然迅速的运气好了 但是从长期而言 是属于 有点像兴奋剂 有的人吃了兴奋剂 马上的可以参加奥运会 可以得到世界冠军 但是实际上会危害他的身体健康 这个毕竟是那个灵魂 一般的修为你不够大的 你根本承受不起 那个你身边长期有这种阴性的这种灵魂 在身边的话 时间久的话 会干扰自己的修为 这样对自己就不好 所以说我们从哪方面看 都认为道教的智慧师都反对这种做法 认为这是一种邪派 外媒邪道 虽然有作用 确实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很大的作用 就是说 来得快 去得快 就像我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 他们就发现 有时候发一笔横财 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因为他没有方法 他忽然发了一笔横财 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就会造业 这种造的业还不知道原因 除非他懂这个道法 如果忽然发了一笔财 他明白 做很大的财布师 法布师 印制经典 供养师傅 他把这些做到一个合理的运用 做一个好的分配 但是大部分人 他都不知道的 更不要说 这种养小鬼的法术 他是把我们每个人 后面几十年的运气 集中体现在 看起来好灵 但是慢慢的就会掉下去 掉得很深 所以说从多方面看 我们道教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第一 不要轻易的去堕胎 就是如果要不像小孩 那些男女朋友 同居的或者是夫妻 那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不要有这种杀业 如果一旦是怀上了 那就尽可能的把他生下来 因为他是自己的轻骨肉 所以说这个 现在社会因为太自由了嘛 大家没有这种意思 很多大学生 可能都有多次的 变相的在杀掉自己的骨肉 这种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啊 他觉得这 是就是说不得已 因为不是有意的 所以说道教认为 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个是就是 规避 不要发生 第二个就是确实 如果年轻时候 个私 这种个私 由于不是自己有心的 也是可以补救的 那就 我们在做超度硬令的道法的时候 就参与进来 报名水洗 然后 在修炼 站庄 打坐 慢慢的运气 财运 健康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量变到质变 我们的很多同学 已经有很多反馈了 很多变化 像我们修炼的那个金光 金光法和那个天眼 很多人都已经能够 关照到那个金光四散 那是一种能量 那个能量可以保护我们 如果发现 如果你突然见到一个陌生人 发现他很阴气很重的话 你就要调动自己的这种金光 把自己保护起来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西游记的生物空 他在地上用那个金箍棒 画一个圈 任何妖怪就进不去 其实就是这种金光法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以后就可以 自己就可以这样用 这样我们就就明白了 就是说 如果和某一种灵体有缘 被他找到了 也不要把他留在身边 应该把他超度走 因为当我们通过修炼越来越敏感 他可能是 忽然发现好像有一个灵体 找到他了 比如说修炼的时候 忽然在自己这个天目鞋里面 或者是忽然感觉到身边 好像有一个人在身边 敢也敢不走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道法 参加我们的这个报名 把他超度走 这种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 运气会越来越好 虽然这种方法 它是一步一步的 需要反复的做 他和那个养小鬼不一样的 养小鬼是属于邪派功夫 有可能一下子就暴涨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掉下去会掉得更深 我们走的是正道 正道他就是说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你会感觉到一点一点在发生改变 不管是身体健康发生改变 心灵变得像虚空一样广大 还有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财运啊 这些也在走顺 慢慢在走顺 他在慢慢的演化 这个比较实际 因为这个是属于通过我们做布施 做财布施 做水洗 做法布施等等 这样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 这个非常可靠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它真实在增加我们的能量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一些采集能量 今天我们就先讲一个简单的方法 大家站装之后 五分钟 站到五分钟的时候 只要发现自己的手掌 发热 发胀 发麻等等 有这种感应的话 就说明我们身体的这种能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手掌 慢慢的抬起来 把手掌对着天上的 月亮 太阳 特别是十五的时候 对着他 或者是星星 用这种方式去采集能量 这样的话 我们的能量会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 我们倒教是需要增加自己体对的这种能量 来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发现有一些英灵和自己有缘 比如说有的人 我小时候到一个山上去打坐 忽然发现那个坟墨里面有英灵出来 他和我说话 说明和我有缘分 我也不害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想办法超度他 不是要把他养在身边 有的人说养在身边 当然 倒教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 无鬼运才 这些方法呢 就是说 来自于这个道士的强大的那种 能量 而且他要跟这个小鬼有商量的 就是说 用一段时间之后要把他超度出去 不是一直养在身边的 所以说很多乏术 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就会让那个小鬼和你接约 本身是好朋友 最后变成仇人 这样生活中 昨天还是闺蜜好闺蜜 什么都告诉对方 过了一段时间 由于自己没有关心对方 或者是处理问题 自私了一点 让对方不高兴 最后变成仇人 反而是你 他给你射冷箭过来 你承受不起 所以说这是我们 道教智慧里面最关注的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 当你发现这种 灵体和你有缘分的 你跟他有商量 然后 一定要让他感觉 利益到他了 很好的 而不是让利用他来给你运财 运了很多财过来 然后呢 你把他一直禁锢在你的身边 那小鬼他不能转世 也不能投身 也不能生鲜 你想想 你倒是得了很多财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没什么好处 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被反噬 一旦那个小鬼虽然很单纯 一般他不会反噬你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他的一个极限之后 他反噬那个能量是很大的 你受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宁愿稍微稳当一点 而且也不比他慢多少 我们通过多次的起伏转运 这样来达到效果 我们认为是正宗的道教智慧 所以说大家听明白之后 以后就要走正道 如果发现身边阴气重的 算做好事 如果有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 旁边放一个筷子 放一副筷子 但是不吃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一样小鬼 就要告诉他 虽然你好像有好处 但是实际上是把你十年二十年以后的 那个运气提在现在的反应 所以说我们采取道教稳妥的方法 凡是听我讲经的同学们 都可以点击我头像下面的这个嗓子 随喜就是相当于在报名 做这个功德 可以到时候会得到 祈福转运的这种道法的加持 到时候在中秋十五的时候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磁场 加持的能量特别大 因为那天晚上的月亮是圆的 有特定的含义 对转运气 打通能量 增加能量都有特别的好处 好的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里面的奥妙 不要被那个外面的那个泰国的那些方法呀 所吸引 因为他 从长期来看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而走性命双修之法最稳妥 所以说你看整个西游记 孙悟空 他师父说了很多方法 他都不要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那些方法都不够稳妥 最好最好 最上层的方法 是瑞丹素 我们讲的所有的方法 都围绕这个瑞丹素的性命双修 只要大家认真的学 认真的听 必然最后会得到非常大的受用 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太医 救苦天尊大慈悲 太医 救苦天尊大慈悲 大慈悲